是男还是是女的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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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你你问 请两位 用一个词形容一下我头上这个人的长相 呃 帅气 哇帅的 好跟你很像 跟我很像对 西游记里的什么妖怪是吗 跟我很像吗 跟他很像 真的吗 跟我很像帅气 你们到底谁说谎了 哈哈哈 你们俩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他们俩没有骗你 他们俩骗你跟你很像 还是帅气 我会骗你 啊 这个人物难了 我什么时候跟 我懵了 哈哈 什么时候跟帅气这个词长点了 对啊 抱牙叔 抱牙叔 我我头上这个人 他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朋友 还有朋友吗 他有的 他有下属上级或朋友 随便举一个 他朋友叫什么名字 嗯 两个分吗 哈哈哈 不是 我要想一下 两个分吗 不是 是不是不认识这个人 真是 因为他他太出名了 导致他的朋友都没有光芒了 实话是 你就是不认识他 没有人家这么形容也没错 我认识他 天天在外面嗨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人参加过很多趴 不是 对吧 我就我就想问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属于文艺圈的人 那你不能问这么多吧 我那只能 没有我就问 我就只要给我个名字 大朋友叫什么 别问了 我们说不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别问了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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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 是 跟我说是什么时代的人 嗯啊 这个很重要 什么时代 对 现代 大概是 一九几几年以后的人吗 哈哈哈哈 你们不会连 这个这种文化都没有吧 肯定不是八零后和七零后不是 肯定不是 是往前 肯定都不是 还有往前 肯定都不是六零后 我们我们 我们本来想查一下 他因为他这个有 你见过是吗 你见过他 我们在一次的宴会上交流过 没有 您刚说 你 你也喜欢参加派对 结果舅舅也没老到这个程度吧 我觉得肯定是一九 二十世纪的 一九 零零年以后的 但是是六零年代以前的 二十世纪 那行那行那行 讲一个他做过的最 最有名的事 他最有名的事 老喝多 哦对 是的 真的是 天天喝多 最有名的事 喝多 他打人 他打人 真的打人 他打 他打女人 要回哪里跑 我这个头上又喝酒又打人 我懵了 不是药庆哥吗 我头上 哈哈哈 王耀庆 这是王耀庆 王耀庆 大人 喝酒 喝威士忌 不是王耀庆哥 不是我啊 啊 可以了 自己琢磨吧 到你了 哈哈哈 你们就说不出来他的朋友 那你不能说朋友 你这个问题已经触犯到禁忌了 大家 大家说到这个人的时候 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 哦 吃 我会想到他的作作品 一个又有作品 又能让人联想到吃的人 黄磊老师 哈哈哈哈 黄磊老师 其实你到了 我先问你 我这个人 他是什么职职业 演员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演员 哇 这个很明显了 他是什么职业 这个有什么好事 我跟你说 他是 他真的有职业的 他是动物园管理员 对啊 他是动物园管理员 他是动物园管理员 你得普通话很标准 他是动物园管理员 做个保镖其实是 孙悟空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对 那你们什么 就是孙悟空 齐天大圣 好 我们恭喜杨迪 获得胜利 可以选择两道卡 你这怎么猜出来的 笔马文马 管马的管马的 我太聪明了 我又偷提了 嘿 哇 杨迪这个 孙悟空这个不错啊 好了 我这是中国人外国人 祖籍中国 但是我们刚刚 祖籍中国 往布拉德匹特那个方向猜 布拉德匹特 祖籍中国是吗 哈哈 来 你就回答 有或没有就好 好 我都不需要你 做再太多的延伸 嗯 我头上这个人 他跟杭州有没有关系 以我有限的知识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的知识会不会太紧薄了一点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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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猜了 你猜吧 来 苏东坡 哇 好厉害哦 他的朋友是 对他的朋友啊 你一个想不出来 王安石啊 你看看 唐宋八大家啊 这都是他朋友 我们就怕说出来 你就知道知道了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不会 我们只是说 要照顾你的面子 好 那你现在把 那你现在把唐宋八大家来 说出来 我跟你讲 其中他跟最好的 刚才是苏氏 苏氏就是他 哈哈 你是 苏东坡就是苏氏 你还是别说话了吗 你 他 你应该问他使用什么武器 我哪知道他使用 你问一个演员 你说杀哥你使用什么武器 其实我问他使用什么武器 就更好猜了 经过办